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也是该再接触一下不同类型的男性的角色吧 就生活里大家可能就是都会遇到 茶米油盐酱素所有人都会遇到的东西 演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更温度一些吧 我跟他之间的对手戏 我觉得更多的偏向于职场戏 纯粹的合作伙伴 跟陈娇蕊的戏更多偏向于生活剧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就不应该走在一起 这是我自己真实看剧本的想法 我就觉得这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硬拼凑在了一个世界 还是就是要结婚之前要考虑清楚 你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奋斗目标和一个世界的人 这个很重要 旅行导演是成长比较快 很有才华的一个导演 新锐力量 我觉得现在影视圈 需要这种新鲜的80后 新锐的导演 把一些新鲜的观念和不同的东西 重新注入到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